时候就到这个下午三点左右 就发现这个事案人员出现 经过数小时的耐心等待 支甲分子终于现身 为摸清支甲窝点锁在地 专案组没有贸然出击 而是放长线掉大雨 部署了三辆车 在三个路口分别把守 等支甲分子接获出来以后 继续跟踪 当时我是第一辆车跟在他后面 我们还有两辆车跟在我后面 然后一直走 他就不停地往那个打接想象窜 我就一直在跟踪 跟踪的结果令侦察人员大喜 支甲分子把车开进了侦察人员 正在严密监控着的那个院子 正当侦察人员要跟着进到大院里的时候 就被拦了下来 然后我就说我们是同伙的 然后我就没想到很轻易地就进去了 一进去发现他就把那些空筒 全部就卸在大院的一个角落里面 然后我就一个条头就出来 然后我们就锁定他就是支甲窝点就在那里 人证物证巨在 中案组断定 这个地方就是支甲分子的支甲窝点 侦察员们兴奋不已 但是中案组并没有急于收网 种种可疑的迹象表明 可能还有其他的生产窝点 没被发现 市场经营调查的时候就发现 他的这个 假消防涂料的这个成品 他的这个桶的包装 不同 然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 就是对这个市场上的 铺面的老板进行走访 了解后 他老板不同 人不同 铺货的人不同 然后我们对这个物流公司 进行这个调查走访 发现这个送货的人也不同 因此 专案组分析之后 决定按兵不动 继续追踪申罢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又化妆成这个 购买涂料的人员 去那个他的那个铺面上打听 那么最后发现呢 他给我们的这个名字啊 包括这个身份证号啊 还有这些 甚至车牌都是假的 经过调查 侦察人员发现 大部分的联系方式 包括名片上的名字 地址都是假的 而犯罪嫌疑人 显然也有所察觉 他们马上退掉铺面 在城中村一个隐蔽的地方 又租了一个铺面 犯罪嫌疑人的谨慎 和反侦察能力 再次给案件侦破 造成严重障碍 就暂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